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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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也聊 那边聊前一阵去世的那个叫池晓宁吧 一个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摄影师 对吧 也是癌症去世 我有时候听他们在感叹这些事的时候 我都老觉得癌症是个问题 刚知道 癌症 而且我不是医学家 我不是医生 可我怎么感觉 就是平常看书或者见到好些人得癌症 我觉得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得癌症 往往你比如说 那个 这个这个有的吧 比如说有的女士 什么这个卵巢方面 妇科方面的这个癌症 但是我就看啊 当然我就是一两个病例啊 我就看一般 二十年独身 或者说是这个郁郁寡欢 就是长期的这方面啊 婚姻生活就是很寂寞很不幸 同时 是没验方式生 我忘了 我忘了 你像男的呢 男的往往我就看到呢 说实在话 我发现有些人就有点像周总理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周总理 哎呦那个日理万机啊 哎呦那个负了一辈子的责任呢 你这有一个肿瘤科的大夫 就就跟那个病人就说 说你看你们这个公司啊 没了你这个经理 你这个公司还照样赚 可是你这个家庭要没了你啊 顶梁柱就塌了 你看这肿瘤科的老大夫 他会这么劝一个人 那个那个说相声的那个侯宝林的 侯耀文嘛 侯耀文 嗯 他年纪不大对不对 对 他是他当然不他是猝死 他是猝死 突然间 你说癌症这个这个签证那个钟楚红的先生 哦那个朱家鼎 那那完美人生啊 做广告的 家里有钱 太太钟楚红 你想这个当年大家都啊 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突然就生癌 对 对不对 这完全提供了反例嘛 他他留下来留在这世上最有名的那句话 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对 当然了 就是说咱就是你这个无比乐观的人 生活健康的人 每天都跑步的人 该得癌 你还是得癌 但是呢 你作为人来说 因为有些事让你突然间觉得生命实在有限 时光实在如电 所以你是不是就想想 我你比如我现在就觉得 谁也不想让我生气 什么事也别想让我生气 我绝不为了这个事生气 不过你刚才讲那点 我是得到一个印证 我那个收到那个段子 我最近这个为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你现在变战子王了 对这个当代文学的发展 对这个民间这个东西 讲的就是你这个 一个有一个段叫中年烦恼 你看他烦恼都是社会问题 但是最后都回到身体上 你看他地位不高工资不高 血压血脂血糖高 政治不突出业务不突出 腰椎盘突出 腰椎肩盘突出 腰椎肩盘突出 大会不发言 小会不发言 前列腺发言 炒菜糊 烧饭糊 麻将不糊 徐老师 我给你拼段子 我给你 我这儿一下这个 中秋节的时候 就有人给我发这个 说提前祝我们这些 表面风光 内心彷徨 容颜未老 心已沧桑 似乎有才 实为江郎 成就难有 郁闷经常 比骡子累 比蚂蚁忙 比岳飞更忠良的青年 中秋快乐 但你刚刚说到这种 人静中年了 就是感觉到 中年危机 或者你看 你开始发现 最惨的是什么 你自己有中年危机 同时你发现 有些跟你同年的人 开始去世了 突然得病了 那个感觉是很凄凉 很恐慌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 看不见的压力 在接近自己 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想起来 就是去年不是 我跟你介绍过一本书吗 叫做追逐日光 你记得那本书吗 前两年跟你讲的 就是美国好像是 美龄的吧 还是哪一家的一个 大证券行 那种投行的一个 是总裁啊 突然间有天 检查身体 他忙 他就是忙得不得了 他忙到那种程度 就是他有 以前在还没升上 总裁为了打聘的时候 他比如说 你是我的客户 我是他啊 我为了要跟你开会 我专门从美国飞到澳洲去 为的是要跟你搭 同一班飞机到菲律宾 坐你隔壁跟你这么谈 这么样的一个人 这叫为工作献身 对 然后呢 当了总裁 生活很好 人生如意 大家羡慕 对不对 常常出入白宫 很受重视 可是突然有一天 检查身体 得癌 得癌之后他怎么办 他立刻辞职 立刻辞职之后呢 他就 他人很有计划 他要计划自己的死亡 怎么样计划死亡呢 他就这么想的 就说他先把人际关系 要处理掉 他说什么叫处理掉呢 他就想到一个人啊 没有什么机会去跟自己 生平的好友 真的是那么慢慢的说再见 说朋友我走了 这回最后一次见你了 他就这么干 他就把他所认识的人 大概一千多几千个人这样子 画了几个同心圆 最外围的呢 最不重要 比较疏远的朋友 最里头呢 最重要 最外围的就发个段子 对 外围的就发个段子 真的是 打个电话说朋友 而且他是这么讲 我很快我生癌了 医生说我大概就两年了 一年多两年了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说再见了 就再见了 然后有的朋友就约着 到中央公园一起跑跑步 然后有的就约吃饭 然后到最后的时间 就都跟家人在一起 然后他把这整个经过 整个经历 全记下来 再写 这书写到最后的时候 临死前 那一个多礼拜 他写不了 那一个多礼拜 是他老婆帮他写 那么最后这本书 让他死了 就是出版 就追逐日光嘛 所以你 所以你从这个书 你看到这一个人 超人的 我觉得这种词 超人的 但是你 我觉得很有启示 就是你会想到 因为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会想什么是最重要 什么朋友是最重要 然后你就开始想我该怎么 整个人生大盘点 对 你知道这个 我那天看那个张立凡写的那本书 他讲康有为 说他说呀 咱不知道是不是迷信啊 他说康有为 通天人之际 这个绝学 欲知实至 就是种种迹象表明 康有为 就当年那个 那个老维新的那个 康有为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为什么呢 说在康有为死的前一年 他回到 他到北京 把当年 他们这个维新派 待过的地方 都去看了一遍 就是包括这个菜市口 这个那个六 这个这个 那叫谭思同他们 这个祭典他们 牺牲的地方 当年他们讨论 时政的这些个 主要活动地点 一一踏看了一遍 然后呢 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 后来去青岛 他死在青岛 他在上 走之前 家里的这个佣人呢 什么该打点的 该都都都说了 而且临走时还说 我跟上海啊 就远近于此了 然后就去了青岛 去了青岛 说仰观天象 他是不是真有中国古人的那种 什么绝学 仰观天象 就周围人家听到他多次说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然后 我怎么听导演说一句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他该该去广告了 就是 哈哈哈 导演就绝了 完了完了 枪枪三人井 完了完了 广告之后见 哈 我听说也经常有吐死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我就讲啊就是我们我们都是有一种幻觉或者是想忘中觉得自己后面是无限做很庚的 很多事情 当你清楚看到这个界限在哪里的时候 像你刚才讲的那个那位啊 这样这是个超人 我就最近重新看鲁迅的那个死啊 那篇散文 他不是有 他写这篇散文 其实他去世前一个月 之前他已经重病 重得快要像死一样 结果过来了 他就回忆当时他的心理想 他还写得很幽默 说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啊 穷人会怎么样啊 中等阶级会怎么样啊 会想做一阵鬼啊 鬼满舒服啊什么什么 还冷冷静静的冷嘲了 讲了几句 最后他就说了 他说请了个洋人来照我的废了 照完了以后呢 婉转的说 你这样的病况呢 在我们欧洲呢 五年前就死了 那我呢 也不追问他要什么药了 想来再高明的医师呢 也不会替一个死了五年的人 还能开出什么药 我终于有看到了 我自己的这个镜头了 余下来的就写写 我一直在 写得很平静 还是他一贯 其中有几句话 大家都记得嘛 就是说 烦我恨的人 我一个都不饶恕 让他们去恨 还关于小孩的讲了几句话 但是我以前只记得那几句话 我这重新读 我就感受到 他这一个整个气氛 就是就看到自己 到了一个界限前了 然后就还坚持 自己的这个东西 我在想的是 我们常人啊 假如说你好端端在做 你有一个生活的宗旨 你有一个做人的原则 你有一个追求 突然间说 OK你还有几个月 我们会崩溃掉 会对这个东西怀疑掉 怎么力量能够在 在这个最后的时候 还这么 这个时候 我就想 就是那种心情啊 比如说 一个人还在猛冲猛打 我的事业 有没有起色 或者说这个 我能不能写出东西来 或者说 这个这个 甚至说优国优民吧 但是突然 告诉你 红牌发出场 不久于是了 这个时候啊 真的是人生观啊 会经历一次触动 而且这种触动啊 据我所知啊 还有时候挺可怕的 因为呢 比如像有的人啊 一个公司的经理 我就发现啊 他自己都很觉得 他说我想啊 我要生活 我要放开了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但是我发现 我已经不能了 我已经被工作 被压力塑造成为这样一个人 说 我发现我即便说去欧洲 我玩的也不轻松 我也是那种理性啊 就制定计划 要怎么着 今天要干这个 今天要干这个 没有办法 就是松松散散 什么都不在乎 你知道 有时候我觉得啊 我们生活中面临特别多的压力 各个方面的这个压力 这种压力啊 某种程度上讲 你当然也是 有贡献 压力就是动力嘛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 压力也是罪恶 为什么 这个压力啊 他像个 他像个阴谋家 他像个机器 他把一个本来天真活泼的人 给塑造成了一种人 比如说你这个人 你要不负责任 你简直没办法 比如说一个当公司经理的人啊 他觉得 他觉得他比他所有的下属心都细 这叫亲力亲为啊 日理万机啊 这个事他们肯定没想到 哎呀没有我怎么能行呢 就得靠我想 但你觉得一个人 你的意思是说 人生该不该这么执着呢 我发现我们之间 有这么一个分歧 我在歌颂这个 你在 说执着这个事情 但你 你在有点 有点怀疑 你执着的未必是生命嘛 因为 是不是生命 是你现实人生 你的生命很短暂嘛 但是你在这个短暂的 这个这个场合里边 你 你觉得你在坚持这个东西 可是值不值得呢 怎么看呢 这样子我 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啊 我常跟大学一年级的新生 我跟他们这么讲 比如说一进来 教哲学嘛 我就说哲学跟别的学问 不同在了什么地方 在大学里面 比如说有人选科 选工商管理 我说哲学是一个 关心生命多于生计的 这么一个学问 最简单 最粗暴的一个讲法 就大部分的学问 你都能够回答说 比如说我念统计 我将来能干什么 对不对 念哲学你将来能干什么 什么都不能干 哲学是关于意义的 对因为别的 我说的 我这个分别在哪呢 就是平常呢 比如说你大学选科 你想的是生计问题 我读完这个时候 我将来做什么 能做什么 但是我说呢 这种生计问题啊 到了最后会反过来 塑造你的生命 在你不知觉 在你无法自治的情况底下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类 大部分的生活的意义 其实是被日常的生计 所控制的 控制 当然了 你比如说你见过 很多这种人吧 什么工作就会有什么性格 有些人 什么生存 逝者生存 就改变了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而直到他的生命 本身已经发生 就是什么都 前列宪发言的时候 他还在想着 大会怎么不发言 小会怎么不发言 对 就是这样你的生计 会改变你的生命 所以我们常常要 从生命的角度去回看 我这个生计 是什么样的生计 我需要它吗 所以我就觉得 就过去有人说 就是有位老僧 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就说这个人活着 把死字贴在额头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经常想想 那个生死之计啊 也许你对你 今天怎么活着 会明白的多 我跟你讲一个亲身 几年前 我在咱们节目里讲过 就是我们一个朋友 从美国回来 这个人 那可就真是健康人生的样板 每天早上六点起来 那跑步啊 你知道吗 事业也很成功 我们不抽烟 不喝酒 什么都不良 嗜好都没有 可是呢 这次就几年前那次回来 说脑癌 脑癌了 这个医生说 可能只有一年的这个命 哎呀 你当时看见这么一个朋友 怎么就大家在一起聊天 聊了一晚上 就在聊 就是说人什么是最重要的 对吗 就过去我们一般认为说 第一是身体 第二是事业 第三是快乐 对吧 聊了一晚上 这人最后的总结 说第一是快乐 第二是快乐 第三还是快乐 你看他在他这种情况下 他就改变了他的 这就算人生观了 那么一下子就变了 这里还是一个段子 讲你们的人生的 我读给你听 满腔热血 投生社会 摸爬滚打 终日疲惫 低三下四 谋取地位 长年奔波天天喝醉 收入可怜 啥都嫌贵 交往磕头 处处破费 有用本事 已经作废 不学无术 擅长开会 口是心非 阳奉阴为 溜须拍马 寻找机会 青春年华 如此狼狈 苟且偷生 窝囊一辈 这能不能挨着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真的我觉得 面对压力 你一定得跟他说 就是说 你休想把我累死了 你休想把我气病了 你绝不能 不能容许 这种事情发生 你像我现在 我跟朋友吵架 我看他气得不行了 你知道我的口头禅 反正是什么呢 你想得癌症吗 你想得癌症 你就生气 我跟你说 我也发现一帮 有乐观的 我有时听一些 60多岁的人 在一起聊天 我发现也有 这么一些乐观派 大家就在数 说你看 我的父亲 95 我的母亲 或者我们家外婆 97 98 我们基因 有长寿的基因 他们提出口号是 争取活到95 我们要活到95 然后互相还传授经验 我还头一会听说 关键在低血压 说低血压 能长寿 对 很多的怎么样 你说 说血压低 多血压高啊 血压高也高瘦 也高瘦 隐老师 也高瘦 你说他有时候就会 几个六十多岁的人 今天他突然心脏 扫薄了 甭说六十几岁 前一阵不在探讨 男人四十吗 说音乐圈里 有些音乐人 四十岁 更登一下 这心脏 突然间出了点毛病 那个时候就开始 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可能有问题 有局限 我回上海 我们一些学生 就找我们的老师吃饭 前古龙先生 快九十了嘛 快要帮他做生日了 然后在席间讨论 这样类似的话题 因为学生都是中年了嘛 然后再讲 然后我们就好奇地 问老先生 因为快九十了嘛 说前生 就是说意思说你对这个 因为在我看来 我在想 人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就是今年不知道明年了 对不对 今年春节 不知道明年春节了 没想到 当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老先生哈哈一笑说 徐始终啊 更年轻你这个事 绝对的 徐老师 他这个 他这个是非常的 他这个是非常的 他非常看通你们的 这你们这个是更年轻 老先生这种状态啊 这 我们羡慕啊 真是羡慕 我跟你说 据九十多岁的人说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呃 六十 这十年 是六十到七十 还是五十到六十 我忘了啊 反正就这这十年 这十年最危险 说这十年你要是过去了 你的整个的身体 新生代谢啊 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没准你就能半八九十 但是我觉得呢 但是我真的觉得 人生的长长 我自己觉得并 还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呃 以前中国人啊 特别是中国儒家里面的文人 他有种很特别的想法 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你可以总结出来 就是要跟历史发生关系 什么叫跟历史发生关系呢 最简单 平常为什么常说要拜祖先 然后祖先要儿子 要一直生下去 那就是要让自己别断了 所谓别断了 不止是流血肿 而且是我常常还被人记事 你要被人记住 中国人特别害怕的是什么 人怎么会这么一代一代的 没有了 然后我同代的人跟我一起 人死如灯灭 对 我有一次讲 类似的感受 为他们嘲笑死 他和刘索拉 把我嘲笑死 所以你看 我就说还跟他的名字有关系 中国古人讲什么 朝闻道 息死可以 对 你真的 早上听见闻道了 晚上活在休 以前中国人讲 比如说我们要讲 立功立德立言 全都是所谓三不朽 全是跟历史有关的 你立功 那当然是留下名声 但是有时候 你不需要留下名声 你留下一段话 你是良闻道 热死可以 真的 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曾经 有一段日子 对人生也很困惑 要不然不会跑去念哲学 后来我想通了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每天都当最后一天过 那么如果你每天都当最后一天过 有的人选择 就是做的事情要少 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的选择是 我要做所有我认为值得做的事情 只要我做完之后 今天马上死了 我都不后悔 最有问题的是他 我们中间的最有问题的是他 咱们三里边最小的 年龄最小的还是他 他去教堂 每个礼拜一两天去那里修道 我说他就是苦行僧吗 对他没去 没全部去 没把家庭抛弃 他觉得自己活着就是赌实借罪 你知道吗 他就是 是更年纪的 这更年纪 其实他有原罪 因为人生是什么呢 以前一个中古的 一个天主教的神学的教父说 你们的所有的生命都是 宇宙震动的这个乐曲里面的 一根弦的短暂的一个震动 那我能站长点吗 我们颤抖的 我们在颤抖都是在颤抖 对我对 文章就是不自明